并线滑圈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将于17到18号 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举行 当地时间16号下午 率团出席对话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 在华盛顿参加了由美国商会 和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 共同举办的中美经贸合作签约仪式 以下我们来看本台记者 从华盛顿发回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 和美国商会会长多诺霍 在美国全国商会大厅 迎接了到访的王岐山副总理 双方进行了短暂的亲切交谈 王岐山副总理对古铁雷斯说 我们刚刚在北京见过面 这次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 还有很多话题要谈 相信我们会谈出成果 随后美国商会会长多诺霍 陪同王岐山副总理 出席了中美企业的贸易合作签约仪式 在仪式上 多家美国公司与中国公司 签署了35项贸易协定 总额达83亿美元 内容涉及飞机发动机 机器设备 通信和网络设备 半导体及电子器件等11大类 另外中方还签署了三项 对美国投资协议 金额大约3亿美元 美国商会会长多诺霍说 这些贸易协定的签署 以及贸易往来 可以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 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明在致辞时说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 与美国有很强的互补性 中美间的贸易与投资是互利互惠的 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 2007年已经成为美国在北美贸易区以外的最大出口国家 这次访美的中国贸易投资合作促进团 是由来自120多个企业的204名企业家组成的 他们在美国11个州的14个城市拓展业务 将签署70多个协议 总金额将达到136亿美元 根据中国民政部救灾救济司提供的消息 南方地区的洪涝灾害已经造成浙江 安徽江西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贵州 云南等9个省自治区 不同程度受灾 截止到6月16号 因灾死亡63人 失踪13人 紧急转移安置166万人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奥运圣火的传递情况 北京奥运火炬17号在新疆乌鲁木齐进行传递 火炬从人民广场出发之后 天山南北一片欢腾 大家共同为奥运加油 为中国加油 火炬传递起跑仪式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举行 全体人员为汶川大地震中遇难者慕哀 火炬在乌鲁木齐的传递全程12.48公里 共有208名火炬手参加传递 第一棒火炬手是新疆著名拳击运动员阿布杜西库尔米吉提 火炬手中不仅有国内知名人士香港同胞 还有来自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外籍人士 一些少数民族火炬手一边传递火炬一边跳起了民族舞蹈 火炬传递沿途 数十万市民以极大的热情翘首可盼祥云的到来 火炬所到之处市民们高举红旗齐声欢呼 共同为奥运加油为中国加油 北京加油 汶川加油 乌鲁木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 也是世界上距海洋最远的城市 这里居住着汉维吾尔回哈萨克蒙古等49个民族 乌鲁木齐自古便有开天辟地之门户之称 是连接天山南北沟通新疆与内地的交通枢纽 乌鲁木齐的最后一位火炬手是38岁的新疆著名残疾人射箭运动员王彦宏 他曾经在2004年雅典残奥会上为中国代表团夺得首枚金牌 王彦宏目前正在全力备战北京残奥会 生活传递的是爱心 传递的是友谊 传递的是和谐 我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祝愿我们美丽的新疆 在各族人民的团结努力下 更加和谐美好 带来成为第一棒火炬手 我传出的是我们新疆的各族人民的 传递友谊的 为奥林匹克做贡献的一种精心 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邀请境内外的记者 参观了北京的奥运绿化工程 并举行发布会 林业部的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 北京沙尘暴天气发生的频率明显下降 奥运会不会受到沙尘暴的影响 统计资料表明 北京的沙尘暴天气从上世纪50年代 每年平均3.2次 下降到目前年均0.4次 去年北京收获246个蓝天 比2001年提高了近15.6% 另外由于8月不是沙尘暴季节 林业部门表示沙尘暴对08年奥运没有影响 国家林业局的新闻发言人曹青瑶还介绍 到去年年底 北京承诺的奥运绿化七项指标 已经全部兑现 其中全市林木绿化绿 山区林木绿化绿和城市绿化覆盖率 分别达到51.6% 70.49%和43% 都超过了承诺的目标 三道绿色生态屏障基本形成 呈现了城市青山环抱 市区森林环绕 郊区绿海田园的景观 这次由国务院新闻办邀请 境内外记者团参观了 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白马路绿色通道 以及距离北京市100多公里外的 严庆北山和龙庆峡荒滩绿化工程 16号上午 一辆载有29名台湾游客的游览车 在黑龙江同江境内遭遇车祸 造成一名旅客罹难 11人受伤 目前伤者都已经被转往 加姆斯中心医院接受治疗 而其他旅客也被安置在宾馆休息 我们来看报道 经历了16号上午在同江的翻车意外 来自台湾的受伤游客 被送往加姆斯中心医院接受治疗 经过一天的休息 商务已经趋于稳定 但提起车祸当时的情况 他们还是余悸有存 那个车子偏离那个路中间 那个水泥的车道 我是糟糕了 一定出状况 几乎那个车窗的玻璃都破掉了 已经80岁的毛老先生 车祸发生时十分镇定 还用相机拍下车祸现场的情况 这起车祸除了造成一名旅客当场身亡外 还有三名旅客伤势严重 就这三个患者 一个就是骨股肝骨折 坐了下肢坐了皮牵引 夜无浮美女55岁 这个患者是胸巴椎体压迟性骨折 适度隐秋灵女55岁 这个患者就是肋骨多发性骨折 所幸三名重伤患者情况稳定 等待进一步手术之后 就可以回台湾接受治疗 而旅行团其他成员 现在最迫切的愿望 就是能早日回家 我心想越快回家越好 回家里有自己的家人的照顾 还是比方便 好 更多资讯 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正在英国访问的 美国总统布什16号重申 美国政府正依靠外交手段 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研制计划 布什说 用外交手段解决朝核问题的唯一方式 是通过多边的进程 目前六方会谈是向朝鲜发出信息的唯一途径 布什还说 美国希望朝鲜终止不提取活动 并申报其核扩散活动 17号 在欧佩克国际发展基金会的开幕式上 伊朗总统内甲德提议创立一种全新的货币 用于欧佩克国家在石油交易中的结算 由于石油以美元计价 美元不断贬值 被认为是推动油价不断上涨的一个主要因素 内甲德表示 美元贬值已经影响了全球经济 此前伊朗已经放弃用美元进行原油交易 而主要使用欧元和日元 17号 在韩国首都首尔以南的群山空军基地 韩国和美国空军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 这次由90架战斗机参加的实战演习 将考察两国空军配合的默契程度 军演将持续到20号 演习期间 反对者在军事基地外进行示威活动 抗议韩国政府允许外国军队在本国土地上进行军事演习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东北地区14号发生里市7.2级地震以来 日本各界积极进行抗震救灾 搜救和修复工作不断取得进展 17号 一些避难者开始陆续返回家园 此外救援人员在一个温泉旅馆里发现了一名遇难者的遗体 到目前为止 这次日本地震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0人 感谢收看新闻再会